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打勇者斗龙建造者第57期 上一期咱们救好了A度抢的病 然后甘露瓦好像有一个战斗标记 这一期咱们准备战斗 咱们先和甘露瓦对一下话 好 看怎么说 他说扣马不好了 这个妖怪的大军已经准备袭击咱们的小镇了 咱们治好了很多的病 而且也拿到了净化土地的圣水 培瓦空斗龙这个怪鸟呢 马上就要真正的进攻咱们的小镇了 他说扣马 咱们现在呢 就是要做最后的决战的时候了 我看他真的到了第二章结束决战的时候了 他说首先先打败这个怪鸟 他属下这些个怪物吧 没问题 那咱们先打倒这怪物啊 好 顺便说一声扣马 你和刚刚疾病痊愈的A度抢 说过话了吗 那个家伙若他知道 仅仅是我们进行战斗的话 他一定会生气的 好了 咱们先打倒怪物吧 做好准备了吗 做好了 咱们来吧 我看这回来什么怪物啊 每次来怪物好像总是要地震一下啊 啊 蜗牛啊 好 那咱们先打这个手下败将蜗牛啊 哇 这个剑真是厉害 对了 这个剑叫哈亚布萨诺坑 有的朋友给我留言说 他是不是叫这个笋剑 应该叫笋剑 可能就是这把剑 一次攻击两次 哈亚布萨在日本里面 应该犯成战损 应该也是可以啊 因为有这个绿色的新干线 就叫这个哈亚布萨 确实像战损的样子啊 好 咱们先打败蜗牛啊 这些蜗牛应该是比较简单 好 他这个唾沫也掉下来了啊 这是蜗牛的唾沫 咱们打败的应该是第一轮的攻击 应该还有第二轮 啊 第二轮什么 哦 这些的这个弓箭手啊 这叫里里帕托 咱们打败他问题应该也不大 看来敌人的这次进攻的派的妖怪 不是很强啊 哎 打不到他 我绕一下啊 咱们从下面来打他 从他后背 好 他给我一个伤药 那太好了 我先调到生命的果实啊 咱们以防万一 啊 这几个妖怪 应该是那个乌鲁斯那个 走火入魔的那些妖怪啊 乌鲁斯本来想治病 结果呢 病治不好 就想怎么预防死亡 结果研制出来这个怪药啊 结果让一些人变成了妖怪 哎呀 真的是啊 干什么事 不能极端 不能走火入魔啊 哦 这是那个 这是他的这个boss是吧 这个boss是一个里里帕托的弓箭手 咱们快 哎 他跑了 咱们不让他跑啊 对 他只能远近这攻击啊 咱们这样打住他 好 这应该是boss吧啊 OK 咱们全歼敌人 好 我看能得到什么东西啊 啊 得到了五个这个解毒草 OK Thank you 哦 哎 怎么这个还有战斗标记 哎 咱们再来一次啊 他说干得不错 咱们呢 把妖怪都打倒了 咱们就完了吗 他说弹尸 还有一波呢 妖怪呢 又进攻过来了 啊 还一波呢啊 那咱们再来这波 咱们一起呢 再把这些妖怪手下都打跑 没问题 他说怎么样 做好准备了吗 做好准备了 咱们来吧 咱们看这波妖怪是什么怪我啊 我 果然这个大鸟 我看见他了 哎呀 我现在如果有弓线就好了啊 我能射他一射 哦 青虫 哇 这个青虫可是不好打啊 啊 但是我应该是有那个治疗这个中毒跟麻醉的那个戒指才对啊 哎 坏了啊 那个戒指我没戴出来 我想起来了 哎呀 失败失败啊 我应该把那个治疗麻醉的戒指戴出来啊 啊 我现在戴了应该是一个这个预防中毒的戒指 然后再戴了一个增加攻击力的戒指啊 哎呀 这戒指能全戴出来就好了 人有十根手指吗 怎么最多只能戴两个戒指呢 这个设计的啊 我十个手指都戴上多好呢 我看啊 这些小哥哥把他打掉没问题 青虫咱也把他打掉 还好 那我估计这这轮的这个boss是不是就是这个青虫啊 我记得以前打过一个比较大的青虫啊 咱们看是不是他啊 还是青虫 他这个车轮攻击挺厉害 就这一手 哎呦我天我得不点血了 好咱们再来 我还是被他给麻痹了啊 好 哎呦我 这个这个损剑啊 是真厉害啊 这意思砍两刀 哦天呐 有真的有种这个一砍一大片的感觉啊 真的是无敌啊 这个剑在这个第二张起码真的是无敌 不知道能不能带到下一张去啊 如果能带到下一张去是最好的结果啊 希望能带到下一张去啊 而且这个剑的破损率比较慢 哦天呐果然是个青虫 好咱们赶紧打 哎呦我应该把我那个防麻痹的戒指带上就对了 我一会儿得调出来 咱们先把它干掉不好又没血了 OK100 咱们接着打啊 啊介绍真挺好的话 把这个生命的果实当做这个 补药吃 哎呦不是补药 反正就是说补药也行哈 当成这个商药吃 大补啊 哦全间敌人 OK 这回我能得到什么东西我看啊 刚刚得到是解毒草 这回是 这个应该是解麻痹的啊 我知道了啊 对了咱能解麻痹哈 哎这该弄啊怎么还有这样的标记 我看啊 好了 Coma干的不错 咱们终于把这个怪鸟属下都打倒了 撒 哦 欧苏拉 他说又要再来一波 又来一波 他这一波一波赶得挺勤啊 他说这个岛的这个病毒元凶的那个怪鸟呢 也马上就会出现 我的天哪 他说先打败他的这个手下 我有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吧 又一波啊 好 我看这波来什么东西啊 怪鸟还在啊 哎呀对了 不过先拿弓箭应该射不着的 哦 来了几棵树 好 我的天哪 咱们先打了几棵树啊 咱们砍树啊 哎 打树是不是用斧子更好一些呢 哦 不还好 咱们海牙布桑的片已经很不错了啊 我的天 他跟我放宝 哦 我肚子饿了 我的天 他这是什么宝物啊 这什么大招 他让你肚子变饿了 好 哎 我的这个队友们要是肚子饿了 我能不能给他补点什么这个 偏保肚子的这个药呢 好 咱们赶紧把它打掉啊 大家看我这左上去啊 我就当了个新游戏啊 我回头也试试啊 好 这棵树不叫事啊 我看看啊 这次的boss是不是也是棵大树呢 哦 这是叫狗啊还是叫什么呢 这东西 这东西 恶不实挺厉害的啊 咱们呢 跟他打一般就要近身肉搏啊 离远的话 他一下能扑过来啊 好 咱们把它赶紧打掉 这两个应该也不叫事啊 我接下来谁啊 啊 接下来又是那个根了瓦土地的那个 作火入魔的这妖怪啊 我是不是该捕点血了 44 咱们看一下啊 还行 一会儿等boss出来啊 哇 天黑了 哦 boss已经出来了 哎 怎么打妖怪还 还天黑呢 好 咱们把它干掉 哇 这个 这个boss的血真长啊 咱们干净干净 我生命的 生命的果实先吃掉啊 105了 我的天 这个 啊 他这boss的血是真长啊 不过也还好 亏了咱们就海牙 不是啊 no can啊 那叫损剑 亏了咱们就损剑啊 OK 全剑敌人 好 这会得到什么 我看啊 这回咱得到 哦 五个药草 啊 thank you 哎 不会还有一波了吧 我果然还有一波 我看 那咱一波一波 咱再来一波 对了 我先把我那戒指稍微调整一下啊 我看啊 这个是麻痹戒指 我给它把它调出来 这个是奇卡拉 这展示间不要 它增加我攻击力呢 不要 咱先用这个麻痹的 这样的话 咱就不会再麻痹了啊 好 咱们继续作战啊 怎么说啊 他说干的不错 空马 咱们打败了怪鸟的手下 他说其实比较简单啊 他说其实比较简单啊 到了那么最后就剩下这个怪鸟了 咱们打败这个病毒的元凶 恢复这个地方的光明 啊 对于这个怪鸟来说 你和你的这个小镇的同伴一起做出的大功 是非常有效的 原来说咱们得用大功了啊 他说从高的位置用大功射击这个怪鸟 当它畏缩的时候呢 你就拼命的攻击它就可以了 原来如此 那我明白了 那我做好准备了吗 还没有 咱们 对对对 咱们得搭一个高台 稍等啊 我看看 咱们就在中间这个地方搭一个台子吧 然后呢 咱把两边摆上这个大功 我先把这个树敲掉啊 这个太挡视线了 咱们为最后的决战 咱们要做好准备 咱们搭上这个高台啊 最后的决战了 这些树也就不要了 这些作为装饰的树木啊 这个树都还留在这啊 好 咱们在这 搭一个 四层高的高台 这个树也顺便给敲掉啊 哇 这斧子 这斧子这么不结实呢 一敲树敲坏了啊 坏了 没有斧子了 稍等啊 没斧子不行啊 还有两把没问题 再把它调出来 这两把应该是足够了 我记得咱们小村 还有一棵树啊 我看看啊 哦 这个树 这个树再把它敲掉吧 这两棵树 哎怎么 哎呀 这怎么又进来个怪物 烦人啊 赶紧把它打掉 哎怎么呢 它不进来呢 有没有什么这个 壁挂之类的啊 咱不知道 好 这个树再敲掉 好 这样应该不挡视线了啊 然后咱们在这个 旗子的周围 咱们用装块 用我拿的装块 用土块不行 咱们用装块 咱们搭一个 四层高的台子吧 我想想 现在是 两层高 搭个四层高 也没问题 我试一下 在这上面能摆吗 我试试 啊 这上面不能摆 啊 我只能在下面摆 嗯 搭四层高 而且两边我要各摆 四把这个 大弓 咱们就 啊 这个树墩 这个树墩 有点假妈啊 就是有点碍事啊 咱们把它敲掉之后 然后咱们在这 搭上一个砖块 不过这个 台阶也碍事啊 算了 咱们绕过这个台阶吧 咱们从二层马上搭啊 好 咱们先搭一个砖墙 把咱们这个旗子 给它围起来 然后呢 咱们再搭一个 四层高的台子 同时 同时咱们摆上 各摆四把大弓啊 在这个 前后 应该是没有问题 咱们先试一下 如果不行的话 咱们再调整 这咱们的炮台啊 或者叫做咱们 这个弓箭塔 然后啊 这是一层 两层 三层 四层 还得要架构啊 还得要架构一些 咱们再来一圈啊 我能把它延长出来 对了 我还得搭解 能上来台阶 别免得我掉下去啊 结果被人打下来 我上不去也坏了啊 这个高度应该是 应该是可以 我看啊 一层两三层 现在正好是四层啊 然后呢 它一层应该是摆 四把大弓 一个大弓占两格 现在应该是十格 可是够了啊 好 然后呢 我把反面 咱们也做上 相同的这个布局啊 哎呀 我把它调过来 咱可别掉下去啊 好 咱们再把眼睛出去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OK 十块 咱们等于是说中间摆四把大弓 两边再设一个城墙 这样呢 咱们往这边掉下去啊 好 我中间我把这填一下吧 免得这个单层这个单行路的话 可能稍微有点不安全啊 稍等啊 我把中间再给窟窿给它填上啊 哎 这个桩块是真结实啊 这个桩块是 我 刚说不掉就掉去了 我突然上来啊 这个桩块好是好 但是 呃 呃 不太结实 容易被这个大吹冰给打下来啊 哎 我怎么上不去 我看 要不我再搭一个上去的台子就完了啊 这样才能随时上去 我看啊 然后我再加几个台阶 这些草怎么不长呢 我给它去掉啊 哎 对了 这个草 我当时种的是那个什么 新型的这个这个这个 农作物啊 它也不长 不算了 回来说吧 咱们稍等啊 这还应该搭两层 搭了一层啊 有点不够高 咱们再来啊 一 啊 OK 现在没问题了 好 接下来 咱们接着铺咱们的一个高层地板啊 哎 啊 这中间上面也是不让铺 啊 这个旗子 这个旗子看来我还得把它沿出来 这样的话 我免得在作战时 我掉旗子里面去啊 嗯 我看啊 这个地方咱也得再设一个台阶 能够随时的跳上来啊 不过 稍等啊 我要摆大功的话 我应该 嗯 稍微的这个出来一些啊 稍等啊 我先把这个地面给它铺平 啊 这个工程看来比较浩大 因为我得能活动 而且还得能防止我掉下去 同时还得能这个自由的设计 所以呢 我要把这台子 要这个延展出去啊 稍等 我现在对准 稍等 哎 好 咱们把它延展出去 一 二 应该至少再延展两层才好啊 咱们试一试 好 嗯 摆大功勺 再延展一层 哎 怎么我这妖怪出现这个小镇里了啊 一会我试试 啊 我没有这个装块了 我挑挑 装块 咱们应该打了不少 哎呀 这个装块 看起来结实 其实不结实啊 它居然能被大吹冰打碎 这挺烦人啊 这个花咱不要 然后咱们把装块 再多拿了一些 这个火盆 火盆弄不出去了啊 嗯 那咱们把装块 先拿过来再说吧 感觉装块有点不足了 我现在才三个九十九 再加一个六十五 够吗 这几块咱们试试啊 这样延展出去啊 不行 应该是我看啊 再来一层才对啊 这样的话 摆大弓 然后呢 再摆一个这个城墙 免得我掉下去 啊 这应该是够了 远处应该也看得到 我看啊 这边应该是如法炮制 再加一二三 再出三列啊 稍等啊 这是一列 啊 然后我得做一个上来的梯子啊 我想想怎么做一会儿 咱从咱这个料理台 这个工具台的地方 应该是可以上来 好 咱们再摆最后一列 OK 看看 应该是不错 我得把大弓取过来 好吧 然后咱们摆完大弓之后 我再加这个城墙啊 免得咱掉下去 哇 东西已经满了 我的大仓库都满了 咱们素材 看来是取得是有点多了 我这先别掉下去啊 好 没问题 咱们摆上大弓试一下啊 不过我的计划是呢 摆上两个方向 如果其实最好的理想 这个是一个四个方向都摆着啊 那这样的话呢 是四四一十六 我得需要十六把大弓 呃 我现在素材够不够 现在我还不好说啊 我看大弓在哪来着 其实最理想的话 是应该四个方向都摆上大弓啊 我现在先 只有四把吗 我先摆两个方向 一会儿呢 我再做几把 如果我的素材够做十六把的话 那么咱们就是四个方向 如果不够的话 咱们展示先两个方向啊 先试一下啊 一 哎 二啊 三 OK 咱们发射一下啊 看怎么样啊 哦 非常的不错啊 哈哈 好 那非常好 那咱们这方向也摆上四把 稍等啊 我看我素材够不够啊 呃 大弓 大弓你在哪里 我看啊 应该是在下面的武器那一栏啊 啊 这呢 我看 咱们再做一下啊 哦 能做五把 啊 素材果然还是不够啊 那算了 那咱们先一方向都摆四把就算了啊 咱们再摆啊 一 哎 二 三 走 好的 看来这个方向也没有问题 然后我呢 用砖块 我稍微加一个这个护城墙啊 呃 咱先加一个 我是为了省点砖块用啊 咱们先摆一格 走 这样也防止我呢 掉下去啊 OK 这块不能按连了 按连了 它就摆成两格了哈 稍等啊 这个地方咱也给它摆上 一 哎呀 果然是按连了 从来啊 不算啊 从来啊 OK 好 这边呢 咱可能掉不下去了 这边呢 咱如法炮制 也再摆上一排啊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嗯 其实理想的话 是应该这边也把人打工啊 这样的话 咱们攻击防守率都很强 哦 这我得加个台阶哈 否则我上不去哈 啊 我一会再加上一个这个楼梯 这样咱就不用蹦上去 咱们就直接跳上 哎 咱不用跳上去 咱就直接走上去就行啊 啊 对了 中间这一块呢 我也得应该加固一下 免得我掉到中间的池子上去啊 稍等啊 这才给它加固 啊 这样应该就掉不下去了啊 战斗时呢 咱们就直接再战壕 相当是战壕啊 咱就直接放箭就可以了 嗯 然后前面这块 咱们也需要三块 三三得九 啊 真好啊 二 三 好 咱们战壕就算罢完了 然后接下来 我想想 接下来的话 应该在在下面搭几个台阶哈 万一我的这个 上不来怎么办 往这个方向 咱起码应该有个台阶 这个方向应该也 这个方向是可以上来 但是如果这个方向被妖怪摧毁的话 我从这边呢 也能爬上来 我应该四个方向都应该搭上台阶好啊 咱们一个个来啊 我在这搭上一个 紧急时刻 我能爬上来的台阶 哦 这样呢 也没问题 我呢 能够直接跳上来 这挺好啊 然后我看一看 我需要这个 放这个开档 这个叫这儿台阶啊 对 咱放这个开档 这样咱就不用跳 咱直接就跑上来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地方 我看啊 是不是咱也给它搭一下 这样为了便利啊 从两个方向 咱们都可以往上跑 OK 这看来很舒服啊 蹭蹭蹭就上来了 三下五穿 三步并坐两步 OK 还是废了四啊 看来咱打着挺高了 已经开始废血了 然后这个地方 咱也搭上一个台阶 怎么按挫了 好 咱们不管了 咱们在这里搭上一个台阶 然后呢 咱们从这儿 也能够爬上来 是最好啊 我看啊 少搭一截啊 不对啊 咱从来啊 好 咱们再搭一下 走 哦 没有砖了 换一看 这砖要不说 这省点屎呢 我看啊 嗯 没有问题 咱们从这儿呢 也能够上去 然后咱们搭上台阶啊 关键时候 我就怕跳都来不及啊 跟大脚作战时候 咱们就直接跑一晚了啊 好 这块应该是也没问题 哎 我好像听得好像是 又哪小妖怪打我了吗 算了 咱先不管了 咱在这个方向呢 咱们也给他建个台阶啊 咱们来啊 我挑出之后 哇 他出来 哎呀 这个妖怪在这方向出来 我不敢动腐啊 我就怕他伤害我 我的墙壁啊 好 哦 他给我一个 奇梅拉的羽毛 咱先不管 咱在这接着搭台阶啊 这样咱四个方向呢 就全都快上来了 那好像又有妖怪啊 咱先不管他啊 走 哎呀 这烦死了 烦死了 咱打 这不打不行这个 把我的墙还打落一块 但是没办法 咱们再来啊 好 那么以后咱们这个方向 也能够上咱们的炮台 我看啊 这个台阶 哎呀 这个台阶放的不太好啊 应该地上也放一块 稍等啊 我就这放一块 哎 我怎么跑这儿来了 稍等啊 咱们在这翻一块 OK 这样咱直接能跳上来 然后这个地方 再给他加固一下啊 好 这样的话哪怕一个台阶被这个怪鸟打掉呢 咱也不害怕啊 好 这个方向应该也算是没有问题 好 看来咱们炮台已经搭好了 我现在试试炮啊 我看看是不是都能够正常发射 我得按熟啊 哦 没问题 咱们连续按这个圈键就可以啊 咱们再试啊 哦 不对不对 怎么有人挡我了 嗨 咱亏了试一下 这个砖块挡咱的炮弹啊 我把这个砖子拆掉啊 怎么还跳还跳半天啊 好 咱们拆掉这个砖块 我的天哪 这太厉害了 好 然后呢 咱们这炮台我还是比较满意啊 嗯 确实不错 咱们跑动也方便 而且也不用掉下去 好的 那么这个视频呢 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 嗯 我呢会持续更新我的其他视频 也希望您呢 能够支持观众 下方视频 咱们今天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次再见 咱们下次决战啊 好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